这个漂亮的女人离奇地死在了自己家的厨房里 屋子里的煤气味加上旁边的安眠药 让这一切看上去就是一场自杀 但女人桌上的便签让警方察觉到了异样 一个打算自杀的人怎么会和闺蜜约着明天一起做指甲呢 现场是上锁的房间 门窗也没有被撬的痕迹 如果不是自杀凶手是如何完成杀人并离开的呢 唯一发现的线索就是橱柜下方的一些粉末状颗粒 从桌上没喝完的红酒和女人的穿着来看 凶手很可能是一个与死者比较亲密的男人 回到警局 警方调查出女人叫胡林 他们走访了死者所在的公司 他是一家建筑公司老板的秘书 根据法医的尸检结果 死亡时间在下午的两点半左右 就现场的情况来看 凶手应该是在二人喝酒时偷偷放入安眠药 然后打开燃气阀制造煤气中毒死亡的假象 但刑侦教授沐夏却不这么认为 他查看了死者的血茧报告 死者体内的安眠药成分并没有完全分解 这就说明他喝下安眠药的时间并不长 而煤气泄露出的一氧化碳 在这么短时间里 是达不到这人死亡的浓度的 因此他猜测 凶手作案的过程并不像阿佑猜测的那样 就在这时 负责监控筛查的同事有了新的发现 胡林的前男友徐志在案发前两小时曾去找过他 可当警方把他拉过来审讯时 他却称自己当时敲门屋里并没有人 而且他还指认 以胡林乱来的性格 肯定是招惹了不三不四的男人 阿佑这边调查了胡林的同事 他们称胡林经常在公司凭借自己的姿色 与领导们混在一起 而且同事间都在传老板曾经送了他一个超大的钻石项链 果然 警方在他的家里发现大量贵重的首饰 而其中这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尤为耀眼 阿佑感觉胡林和他老板的关系值得调查一下 随后警方找到了死者的老板冯东 他看着钻石项链的照片称 这是他买给他太太的纪念日礼物 而他为了给太太制造惊喜 所以暂时把项链放在了秘书胡林那里 就在这时 木下突然过来快速地询问他昨天下午在哪里 冯东微微笑了一下 称自己在公司开会 所有同事都可以证明 谈话间 他转动戒指的动作引起了勤慢的注意 他明明记得之前来调查胡林信息的时候 他的手上是没有戒指的 回到警局后 木下猜测他在撒谎 把钻石项链放在秘书那里保管 这种借口是很多老板通用的伎俩 可阿佑带回来了当时开会的现场监控截图 案发时冯东确实一直都在会议室里 木下听后不仅疑惑到 那冯东紧张的表现是在演示什么呢 紧接着秦慢找到了冯东的妻子杨雪 他称自己早就知道冯东与胡林经常私下见面 但他根本不在意 因为只要他与冯东还是夫妻关系 整个家所有的资产就有一半是他的 谈话间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挂断电话后电话又响了起来 然后他再次挂断并回了一条信息 这一幕让秦慢感觉面前的这个女人有点可疑 果然在他离开杨雪的家里后 一个拿着公文包的男人来到了这里 秦慢猜测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给杨雪打电话的人 但他疑惑杨雪为何要躲着警察见这个人呢 这个男人与杨雪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了搞清楚真相 他们找到了这个男人 原来他是杨雪雇佣的离婚律师 可刚刚他在杨雪家里的时候 杨雪明明就没有打算和冯东离婚的眼 他为何又偷偷找律师呢 秦慢询问他杨雪第一次向他咨询离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律师在查看记录后称三个月前杨雪就开始找他了 木下二人疑惑难不成杨雪三个月前就知道冯东与胡林的关系了吗 可阿佑却调查出胡林是在两个月前才入职冯东的公司 他难道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 秦慢听后突然说道 这一切很可能都是杨雪的安排 他想设计冯东婚内出轨 然后获得更多的财产 因为他发现胡林的银行账户上有多笔杨雪向其的转账记录 但阿佑疑惑 就算胡林是杨雪故意安排在冯东身边的 那他和胡林的死又有什么关系呢 秦慢接着说道 很可能冯东已经发现了杨雪的计划 然后杀死胡林作为他对杨雪计划的强硬回应 但冯东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他是如何完成杀人并不知现场的呢 就在这时 警员小强湿漉漉地走进了办公室 他抱怨着不知是谁把洗手间的水龙头开关装返了 洗脸的时候越关水越大 刺了他一身水 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木下 听到这句话突然惊醒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立刻让秦慢把冯东带到案发现场 他按照自己的猜测 静止来到厨房找到下水槽 果然发现回水弯里是空的 然后他询问冯东 真正导致屋内一氧化碳超标的 应该就是这根管道吧 冯东听后 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木下接着说道 他在案发现场设置的安眠药和打开的煤气灶 目的就是让警方认为死者是煤气中毒 而他利用回水弯道的原理 事先把里面的水取出 案发时发现的粉末应该就是他在放水时聚下来的 然后在整栋楼的主管道注入大量一氧化碳 而其他住户因为回水弯里有水 所以气体根本无法进入室内 因此他就算不在现场 也能完成整个密室杀人的计划 随后他让阿佑下去看了主管道开关的井盖 果然发现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在听完木下的猜测后 冯东轻笑着问木下 警方有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他做的吗 明知凶手是他却无法定罪这件事 令秦曼十分恼目 冯东的所有资料 意外地看到了冯东手上没有戒指的照片 他疑惑当时他的戒指去哪里了呢 突然他想到如果按照木下的推理 主管道的井盖很可能会压迫输气管 而这枚戒指刚好可以作为支撑井盖的工具 于是他立刻再次找到冯东 希望他能提供手上的戒指与井盖上的微生物做检测对比 可没想到冯东听完后先假装配合调查 然后突然转身打算把戒指扔出身后的窗户 而身后的阿佑一直在防备着他销毁证据 阿佑告诉他木下早就料到他会露出马脚 冯东没想到自己周密的计划 竟然被人算得明明白白 我是蟒牛 主页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